阿拉丁是一个卑微没钱的小偷,却在女朋友面前装作一名金融专家 今天是圣诞节,单身为事业,他还是和斯档准备加班 之后阿拉丁和哈利德扮成圣诞老人,准备在商场行窃 商场的经理把他们俩分开了,他们打算一会儿再储藏室里会合 阿拉丁到了玩具部跟孩子们拍照,不料被孩子们拉着要他讲故事 阿拉丁无奈之下,只好给孩子们讲故事 阿拉丁临近一动,他把自己的生活结合阿拉丁神灯的故事 讲给孩子们听 在11世纪的巴格达,阿拉丁和哈利德依然干着自己的老本行 他们靠偷路人的财宝和飞毯为生 另一边,国王为了自己女儿的终身大事而烦恼 他想把自己的女儿嫁给有钱人 可是公主已经拒绝了好几次相亲了 公主应不满殿下的安排 于是带着女仆偷偷地溜出宫在大街上闲逛 此时,阿拉丁和哈利德正组团忽悠老百姓买他的万灵药 他俩非常夸张 说万灵药能给带来精力和力量 喝了他能恢复青春 不料他们的自导自演的骗人小霸戏 被刚刚私自出宫的公主发现了 为了证明对方骗局 公主就喝下了阿拉丁的万灵药 戏弄阿拉丁 大喊自己的眼睛瞎了 受到了欺骗的百姓很气愤 场面一度非常混乱 这时,宫里邪恶的大臣来了 他对刚才无序的市场非常不满 当然他也不想放过制造混乱的罪魁祸首阿拉丁 脚底抹油的阿拉丁准备逃跑 哈利德并没有抛弃好友 选择并肩作战 经过一番激烈的打斗 阿拉丁还是被士兵们抓住了 哈利德为了救出阿拉丁 被弓弩射中 虽然身受重伤 哈利德并没有死 而阿拉丁被大臣流放到了沙漠 在极度缺水的情况下 他出现了幻觉 似乎危在旦夕 刚好路过了魔术师 救下奄奄一息的阿拉丁 阿拉丁询问 为什么魔法师会在这个沙漠里 魔法师说 他在找祖先遗物 一盏神灯 魔术师想要阿拉丁 帮助他一起找那盏灯 可是阿拉丁要回去 帮他兄弟报仇 杀了那个大臣 魔术师说 只要阿拉丁帮助他 一起找到那盏灯 就帮阿拉丁一起去报仇 阿拉丁二话不说 便答应了下来 此时的巴格达 百姓承受着大臣的重税 窃贼的财富与日俱增 百姓的日子越来越苦 在巴格达 哈利德盗窃时 被大臣抓住 在大臣的威胁下 哈利德装扮成他的侄子 还把他装扮成一个有钱人 终于阿拉丁和魔术师 到了那个有神灯的地方 魔术师念了一些 全部都听不懂的咒语后 很快山体就塌了 出现了一座宫殿 阿拉丁被眼前的一幕都吓懵了 魔术师再三的叮嘱阿拉丁 无论里面的神灯 什么也不要碰 随后阿拉丁便进入了宫殿 但是他要面临两道难关 第一关万箭齐发 还好阿拉丁反应快 躲在了罐子里顺利过关 第二关就是跳格子了 哪些格子亮了 阿拉丁就要踩那些格子 阿拉丁很灵活 再次顺利过关了 阿拉丁经过重重的关卡 总算是看到了神灯 可太高了 他什么方法都用过了 就是勾不着 于是他拿起地上的笛子 随口一吹 身后的绳子也跟着笛声 升起来了 可笛声一停 绳子就掉下来了 最终在诡异的绳子帮助下 阿拉丁想尽了办法 终于拿到了神灯 可阿拉丁贼心难改 出来的时候顺手拿了一朵金花 因为阿拉丁违反了规矩 所以阿拉丁和神灯都被关进了宫殿 一起消失了 这个时候在巴格达城里的人 都在谈论大臣再次出现了侄子 大臣还把他引荐给了殿下 殿下要把自己的女儿 嫁给大臣的侄子 但是公主直接拒绝了 而阿拉丁不仅没事 还拿到了神灯 他看见神灯上面一排字 写着滑动解锁 于是阿拉丁滑动了一下 竟然出现了一个灯神 神灯带着阿拉丁离开了宫殿 阿拉丁想着不是可以许三个愿望吗 可是被灯神拒绝了 狡诈的阿拉丁套路灯神 灯神再次被关进神灯里面 他告诉灯神 除非满足他七个愿望 才会放他出来 灯神被逼无奈之下答应阿拉丁 阿拉丁的第一个要求 就让灯神很无奈了 他让神灯把他那个又短又卷的黑发 变成了又直又长的金发 第二个愿望 他要杀了大臣 但是愿望不能用来杀人 于是阿拉丁就让灯神把他送集市上 灯神不想跟着阿拉丁流落街头 就送给他一座宫殿 第三个愿望 阿拉丁想让灯神帮他找到那个蒙面的女孩 灯神告诉阿拉丁 这个女孩就是公主 他即将就要嫁给大臣的侄子了 当阿拉丁知道公主也喜欢自己后 他要阻止这场婚礼 于是阿拉丁就向灯神许愿 让大臣的侄子看见公主就会觉得恶心 就在这个时候 哈利德看见公主满脸的笼包就想吐 哈利德跟大臣说 看见公主恶心 大臣就把刀夹在了哈利德的脖子上 哈利德跟大臣保证一定完成他的任务 大臣才放过了哈利德 公主得知哈利德说 看见他觉得恶心 伤心欲绝 公主穿着裙子走在大街上 人们都盯着他看 他终于找回自信 阿拉丁的第五根愿望 就是把自己包装成邻国的王子 他边跳着舞边撒着钞票 一副有钱任性的场景 随后阿拉丁到了宫里 见到了国王 他想要娶公主为妻 却被大臣处处针对 阿拉丁告诉国王 你想要什么 我都可以给你变出来 于是国王就说 他想要一个糖果鸡 阿拉丁满足了国王 想要一个糖果鸡的愿望后 直接俘获了国王和公主的心 大臣不想让这个王子 娶了公主 毁了他的计划 于是他要求哈利德 去消灭了那个所谓的王子 到了晚上 哈利德找到了王子 便和王子打斗了起来 两人打到双方都没力气了 才发现对方是自己的好朋友 两个人聊起了这些 对方都不在的日子发生的所有事情 一直到了天亮 原来大臣在魔术师的告密下 发现了阿拉丁的真实身份 阿拉丁被打晕 关了起来 神灯也被抢走了 大臣滑动了神灯 可是神灯没有任何反应 因为阿拉丁锁住了神灯 需要密码才行 公主为了帮助阿拉丁 从大臣那里拿出神灯 便用美人计诱惑大臣 可大臣明显对公主不感兴趣 大臣要阿拉丁把密码给他 不然就把公主扔下去 公主一直叫阿拉丁不要给密码 于是大臣就把公主扔下去了 幸好的是哈利德用飞毯 把公主接住了 大臣一个飞刀刺中了哈利德 在大臣说出 要成为这片土地上的 最高统治者的时候 国王来了 国王命令士兵 把大臣的头砍下 大臣看着情况不妙 坐着飞毯想要逃走 阿拉丁从地上捡起另外一块飞毯 跳上去追大臣 大臣从屋顶上飞过 阿拉丁紧随气候 之后阿拉丁跳到大臣的飞毯上 两个人打了起来 大臣抓住了阿拉丁 说要让阿拉丁见识见识他的秘密武器 因为大臣的嘴太臭 于是阿拉丁晕了过去 倒在了飞毯上 好在阿拉丁聪明 他跳起来正好回到自己的飞毯上 抓住大臣的飞毯拉了一下 飞毯失去了平衡 翻了 于是大臣就掉下了飞毯 直接撞到了地上 阿拉丁跳下飞毯 没看到大臣 这时大臣想在后面袭袭阿拉丁 还好阿拉丁发现了在后面的大臣 两个人来到了一间小黑屋 大臣告诉阿拉丁 他也出生在巴格达郊区的穷库人家 靠街头卖一尾声 大臣觉得阿拉丁跟他没差 大臣就是想趁这个时候杀了阿拉丁 可阿拉丁比较聪明 没被大臣套路 还把他给抓住了 邪恶的大臣被流放了 阿拉丁跟神灯说出了他最后一个愿望 阿拉丁说他想让神灯获得自由 神灯听完后感动的哭了 神灯告诉阿拉丁 漂亮的衣服不会让你变成王子 而是在你头脑里 你的心里 你的灵魂和心智 在现实中 阿拉丁也意识到了诚实的重要性 他立刻找到了他的女朋友 并向他主动承认错误 女朋友不但原谅了他 还说在商场里给小孩子们讲故事 是个很好的工作 这时小孩子们全部都来了 要求阿拉丁讲完故事的结尾 阿拉丁向殿下和公主承认了 自己不是有钱人的身份 然后国王站了起来并说道 很乐意把女儿嫁给这个卑微 并勇敢的阿拉丁 法国奇幻喜剧 阿拉丁与神灯 这部电影可以说是脑洞大开了 他既取才于神话故事 同时又加入了各种颠覆与恶稿 电影大胆地将喜剧元素 与现代相结合 制造出了出奇的效果 影片的展开 是从一次误打误撞的片数中展开的 阿拉丁因为伪装成圣诞老人 而被孩子们围着要求讲故事 这部电影中 有太多经典神话故事 相通融的地方 比如人物设定 以及大概的故事脉络等 既出自于经典 同时又做了不少新时代的颠覆 一方面对于耳熟能详的观众来说 这个故事无疑拉近了观众 与荧幕的距离 另一方面 影片中的注入的 无处不在的无厘头 则让人时刻爆笑不已 也算是另一种别有的味道了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